我们佛门里面 主一进寺庙 一进山门 头一个你就看到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原本是印度的神教 四天王印度神教 你看释迦牟尼佛把他请过来 请他来做护法 护谁的法呢 护我们自己的法 把这四大天王的名号命名 东方叫池国天王 南方叫镇长天王 西方叫广木天王 布尔方叫多文天王 名号加持吧 你听到这个名号 见到这个形象 这个东南西部 野生暗春夏秋冬 来排的位置 为什么呢 春森夏长秋收东藏 依照这个来标准 东方叫吃过 吃是饱吃 过是过家了 从小的来说 如何如何养生 我们中国人讲修身 身一修而后了 起家 我怎样来护持这个家 能护持家再推广呢 我就能护过 你看他的意思 他代表的是 修身其家 护过 那用什么方法呢 来保持 来做到 他手上拿的那个东西 就是标法的 他手上拿个琵琶 绝对不是他喜欢唱歌 他不是个音乐家 琵琶代表什么呢 代表忠道 中国人讲忠勇之道 佛法讲忠道第一 不批不携就叫重 你看那个弦乐器 你调这个弦的时候 松了 它就不响 太紧了 它就断掉了 一定要调得很合适 这个音色才能够显示得出来 忠勇之道 不能过分 也不能不闹 不要这个意思 在中国就是礼 在佛法就是戒 我们现在一般讲规矩 不以规矩 不成方便 就家有家归 过有过法 人在世间 要替社会负责人 那你就得受法 做一个最好的榜样 佛在凡王经里面 教给我们 这是过去 我们年轻 跟李老师学经教的时候 老师常常提起 我在台中十年 总听过老师提几十次 所以印象就非常深刻 那凡王经上两句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不做过贼 第二是不帮国主 这非常重要啊 贼是贼害伤害 也就是决定不可以做 伤害国家社会的事情 对国家 对社会 不利的事情 是决定不能做 第二个是不帮国主 国主是什么 是国家各个层次的领导人 上面到总统 下面到村长 里长 他都是国主 里长是一里管着一个里 村长是管这个村子 这都叫国主 不可以批评他们 他做错事情也不能批评 为什么呢 他有过法管他 我们平民不是制法的人 就不可以 不可以批评 他做错了 自然有国家法律 来制裁他 这一句话 隐身的意思 就是我们祖宗常说的 隐物扬善啊 要懂得这个道理 别人做错事情不提 也不要放在心上 别人做的好事 我们赞叹 不要赢 让社会上一些人 人都有良心嘛 你看我做错事情 别人不说 能包容 能原谅我 我做一点好事 他们都赞叹 会把人良心唤醒 那么这个社会呀 大家就修于作物 这是好事情 如果懂得因果呢 他不敢做 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动乱 什么原因 人家做了好事也不赞叹 做了一点坏事 大大的去宣扬 结果呢 起反作用 你说我坏 我做得更坏给你看看 这变成这样的社会了 所以 念念当中 时时刻刻的 要帮助人 唤起人的本性 人性本善嘛 要唤起人的良心 这就对了 另外 菩萨优婆色戒经理 这是对在家弟子讲的 在家弟子是一定要遵守的 不露过税 不犯过税 不犯过税 过税就是国家法律 不能做犯法的事情 好啊 这是做人 基本的态度 学佛 心愿学做人 人都做不好 你怎么能成佛 那有这种道理 在社法界里面 佛最高 人做好了 能生天 天上修好了 才能出六道 所以 我们在六道 在社法界 为的是什么 现在总算是搞清楚 搞明白了 为的是学习 学者断卧 学者修善 不断地 把自己灵性向上提升 从我们今天 繁复地 一直提升到 佛 这个佛的国体 这就对了 像念书一样 年龄要升级 现在我们在念小学 希望神中学 神大学 希望念研究所 拿到博士学位 这个方向目标 就成就了 我们希望修成菩萨 修成佛果 所以 要懂得 如来的 如来的 善巧方面 把 印度 当地民间 拜的这些神 拿过来之后 给他 新的意义 你看这个意思多好 这样才真正能把 神修好 家活目标 家活万事性感 家活 过就治了 南方天王 阵长天王 阵长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进步 不落 不往后退 中国古人叫人 日行又行 狗日行 日日行 又日行 佛法里面叫菩萨 精进 波 这是大家都喜欢听的 那精进靠什么呢 你看看 南方天王 他拿的是什么道具 不做标法的 南方天王拿的是剑 宝剑 代表智慧 慧 慧劲 沾乱马 破烦恼 你要想真正把吃果做好 就是 神修加起果子 能够做好 靠什么 靠智慧 那么一智慧 你做不到 那智慧代表的 你要知道 戒定会 因戒得定 因定开会 那么要记住 弟子规 感应品十三页 是戒律的根本 是戒律的基础 没有这个东西 戒不能戒律 戒的根基 就是这三样东西 所以我们对这三样东西 不能小看 千万年来 我们的老祖宗 把这个看得非常重 从什么时候教 从小孩一出世就教 扎根教育 所以人生在哪一个阶段 扎根 三岁之前 从一出世 睁开眼睛 他会看了 他会听了 已经在开始模仿 开始学习 所以做父母 特别是做母亲 要把十项业 地子规感应品 做出来 在家庭里 在生活 在待人介物 做出来 给婴儿看了 他天天看 看了一千天了 三年 看了一千天了 他统统记住了 中国古艳语 有所未言 三岁也看八十 这个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这一千天砸的根 他八十岁都不会改变 根深地步 那么我们今天 麻烦的是 我们没有受过这个教育 我们的父母 也没有受过这个教育 再往上推 我们的祖父母 也没有受过教育 我们能不能怪 我们的父亲 母亲没有教育 不能怪 佛在无量寿经上 讲得很好 信任无知 不赦道德 无有余者 属于怪也 佛的信仰多大 这个里面因素 很多 我们中国传统的教学 至少丢掉了五代了 我们父母不知道 怎么能怪他 现在我们不学佛 不知道 我们学佛 学乳 这才明白 这小的有这么会事情 小的之后 怎么叫补习 小时候没有学 现在学还来得及 要真干 要真学 不但要学 还要学 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 我们带头 来补习 把我们学习的尘苦 时时刻刻 向大众 汇报 与大众 分享 自行化他们 影响别人 这就对了 我们越肯这样做 智慧越增长 佛菩萨加持 这发布施 增长智慧 财布施 增长财富 我们身体 天天在干 身体是内财 得的果报 是什么 健康长寿 你有体力 天天去劝人 那没有体力就不行了 我们想帮助人 没有能力 所以这个体力是得佛菩萨加持 绝对不是 让你体力好的时候 还在享受五余六成 那就错了 体力好 体力好 是教化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破迷开悟 利苦得禄 这就对了 才真正能得到 三宝加持 那我们要怎样 真正做到精进 去做到进步 第一下年为天王 是教我们的方法 你看 西方广睦 这意思是多看 细心 冷静 观看这个社会 西方天王手上拿的是龙 也有地方做的是石 龙石代表什么 善变 变化太大了 特别是在现在的社会 日心月异 在变化了 人四污 都是快速在变化 比古社会的社会 有很大的差距 那天王右手 那天王右手 拿着一个猪 宝猪 这个猪代表上不变 一不变 因万变 不变的是什么 祖宗的教会 不能变 佛菩萨的经教 不能变 那就是那个宝处 我们有这两样东西 就能应付得了 这个复杂的社会 真正有修为 你还能够指导这个社会 帮助这个社会 恢复安定好平 恢复正常的秩序 表这个意思 还有佛方天王 佛妞叫多吻 多听 多看 多听 佛方天王手上 拿着是三盖 代表什么意思 防止污染 散盖 是防止污染的 现在叫环保 就这个意思 不但要防止外面 物质上这些污染 更重要的 要防止心灵的污染 你看看 这是佛 把民间的 这个 一般人 祭拜的这些神 请到佛 佛法里面来 加上新这个名称 加上新的意义 变成佛教教学了 所以你要懂得 见天王殿的时候 看着这样 你就晓得 他都是教我的 我要能够做到 吃苦 做到 增长 广模 多稳 这就 护持自己 我回到家里 我能这样做 就是护持我一家了 你当一个老板 在你公司行号 你就护持这个公司 你是一个国主 不说大吧 你是个县市长 你也是 你就能护持 你的一个县 一个市 多好的教育啊 有些人 都护持我 有些人 有些人 对 这就会 有些人 在你身上 感谢观看